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五十八集 绍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 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 据传回来的消息看 那个男人就是去年元溪河畔 润叶提起的县上领导的儿子 绍安听到这事后 心里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 这是很正常的 他爱过这个人 而这个人不仅爱他 还公开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 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 跑到山西去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 但是在难受之时 绍安对这消息又不感到意外 这事也是很正常的 他已经结婚了 润叶也总要结婚 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 对于孙绍安来说 润叶在他内心掀起的暴风咒语 已经在贺秀莲温暖的抚慰下平息了 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 他祝福亲爱的润叶 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 归根结底 他们只能这样 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 寻找终身伴侣 就好像种庄家一样 只能把豆角种在玉米一块 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起 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 绍安着急起来 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 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 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断背面 少说也值五六十元 而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背面 就再没什么值钱东西了 总不能把这两块背面 再送回去吧 晚上睡觉前 绍安只好忧愁地 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 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 妻子自己红着脸问绍安 就是的 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 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 咱给人家送什么呢 绍安熬间地问秀莲 秀莲想了一下说 人家有意 咱不能无情 我看是这样 我爸走时给我丢下五十块钱 我原来准备给你缝一件大厂 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 你干脆都拿去 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 绍安感激地把妻子 拉在自己怀里 在他脸上亲了亲 于是绍安就拿着秀莲给他的五十块钱 跑到米家镇 用四十六块钱买了一块黄原出的羊毛毯 剩下的四块钱 他给绍莲买了一条围巾 星期天 绍平回学校时 绍安就把毛毯让绍平烧给田福堂 让他转交给润叶夫妇 这件事过后不久 1976年就临近结束了 杨历年底前的一天 他丈人贺耀宗突然拖顺车 给他们烧来二豆小米 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 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 又能加一点小米了 对农民来说 小米就是最好的粮食 小米煮饭好 又惊得住吃 一斤米能顶二斤面 同时 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一些高粱 喂那口肥猪 杨历年的最后一天 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 农民不过这个阳年 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 吃晚饭的时候 绍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 和两个高粱面膜 在院子里一边吃饭 一边照料着喂猪 天气冷了 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 他外面干一天活 习惯了 不怕冷 绍安一边吃饭 一边往草里给猪倒食 由于加了粮食 猪已经开始上标 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 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 春节前后买上一百多块钱 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 剩下几十块 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外 还要供念书的 绍安高兴的想到 他弟弟邵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 虽然兰湘明年后半年又要到袁锡城上高中 但他们三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 就要松宽多了 绍安一边喂猪 一边这样想的时候 见秀莲从窑里出来 端着个饭碗向他这里走过来 绍安心想 这家伙像只绵羊 我走到哪里他撵到哪里 这一阵功夫不见面 这就又撵出来了 秀莲走到绍安跟前 突然从自己的碗里 拿出一个白面膜 放在绍安的碗里 也不说什么 向他玩耳一笑 转过身 又回窑里去了 绍安一下子生气了 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膜 给他拿来了呢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他们一年夏季 分那么几斗麦子 除过几个重要节令 一家人谁也不吃 都是留给老祖母的 祖母年老多病 牙口又不好 她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 吃着又粗又黑的东西 再说 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 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 她的晚年 这是人之常情 其实 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 每一顿饭 母亲给她老人家 做一小碗细面条 她都吃不完 另外 有时候在他们蒸黑面膜的锅上 烧带着给她蒸几个白面膜 每顿饭 她掰着吃一块 今天 母亲又给奶奶蒸了五个白面膜 秀莲竟然给她拿出来一个 他们家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 吃过奶奶的白面膜 就连猫蛋和狗蛋 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 吃她老外婆的干粮 秀莲太过分了 先前给她碗里捞愁饭 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膜拿来让她吃 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 绍安匆忙的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膜吃完 又把吃饱的猪腰到圈里拦好 就端着那个白面膜回到窑里 她脸阴沉沉的 把那个白面膜又放回到磨篮里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就往外走 本来她还没吃饱 但连稀饭黑面膜也不想再吃了 这件令她难堪而痛心的事 已使她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 在绍安出门的时候 母亲拿起那个白面膜追出来 偷声缓气的说 死小子 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 绍安头也不回的只管往处走 她知道母亲这样做 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 绍安出了院子的时候 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痛哭声 哭就哭吧 谁让你把事情做得这样令人失望 绍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一块相跟着 回饲养院他们的家 绍安心烦意乱地一个人回到田家哥老这面 进了自己住的窑洞 连鞋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 绍安的额头像感冒一般发热 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后的烦恼 是的 这是一个征兆 随着秀莲进了家门 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 她多少年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 秀莲即使是因为爱她而伤害了家里的人 她也不能原谅 她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 绝对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 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忘了娘 不 牺牲自己 而全力支撑这个穷家 这是绍安多年来一贯的信念 已经成了她的生活哲学 也正因为如此 她才没有从无数艰难与困苦之中垮下来 甚至 因而感到自己活的还有点意思 天很晚的时候 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 绍安知道她回来了 也没睁开眼看她 她感觉 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 在她腿上轻轻碰了一下 不是无意 而是专意碰的 绍安睁开眼睛 血立刻怦然地再一次涌到了她的头 她看见 秀莲立在她面前 竟然在手帕里 包了两个白面膜 给她递过来 正等着她坐起来接呢 绍安气愤地一闪身坐起来 大声说 你怎么能这样不懂事呢 秀莲看来也生气了 说 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她说的当然是实话 在绍安甩手一走 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 婆婆公公和兰湘劝说了她半天 公公还怒气冲冲地 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 被兰湘硬拉住了 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 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 硬让她把两个白面膜给绍安带来 以解脱儿媳妇 贤惠的婆婆原谅秀莲 虽然事情做得有失体统 但这不是儿媳妇自己贪嘴 而是她心疼他们的儿子了 但孙绍安完全忍受不住了 她竟然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冲动地跳起来 在秀莲的肩膀上倒了一拳头 秀莲完全想不到 亲爱的丈夫会动手打她 在绍安生硬的庄稼人的拳头 落在她肩膀上的时候 手里的两个膜就滚在了前抗席上 她自己也一个裂切 跌倒在了脚地上 秀莲浮在土脚地上 伤心地痛哭了 哭了一会儿 又猛烈地呕吐起来 绍安在打了秀莲以后 马上就后悔自己太粗暴了 秀莲不管怎样 都是为了心疼她 她怎么能动手打秀莲呢 绍安本来想下去劝说秀莲 并且向她认错道歉 但一时又克服不了男人的自尊心 她只好两把将铺盖绽开 衣服也没脱 烦恼地钻进被子里 蒙住了头 过了一阵 她听见秀莲不哭了 并且向上了炕 开始稀稀疏疏地脱衣服 不一会儿 绍安觉得自己被子的一边被拉开了 接着那熟悉的 丰满的光身子 就悄然地躺在了她身边 绍安心里忍不住一热 秀莲把脸贴在绍安背上 又委屈地啜泣起来 她一边哭一边说 你把人打得这么重 人家都有了 啊 少安一下子翻过身 紧紧地搂住妻子 泪流满面地在她脸上狂闻起来 1977年元月中旬 孙少平要在元西县高中毕业了 在最后的几天里 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同学们互赠礼物 整理自己的东西 单个照相 集体合影 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 照一张留念照 县照相馆 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 为同学们服务 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 都一群一伙到街上的国营食堂 去聚餐 那里的桌子板凳 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占据了 这样的时刻 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 说不出的复杂感情 进校时盼着毕业的一天 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 又都有些依依不舍 更主要的是 所有的人都认识到 他们的少年时代 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现在 大学不直接在英界高中生中选拔 这就意味着 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 开始过另一种生活 城里的同学 除过个别情况特殊者 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 乡里的学生得各回各家 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 别了 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邵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 他对终于能离开这学校而高兴 同时又有一种 说不出的惆怅 是的 再过几天 他就要回双水村了 从这点上来说 邵平内心里 隐隐地充满了烦恼 咱们千道